明明天后不是豪门千金 大家好,我是天后 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我经常被问的一些很基础的新手问题 啊,没错,就是那种绝对新手的问题 可能大部分玩家都知道啊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伙伴经常在问 所以我就说一下 那好,首先是第一个问题 密令是什么,应该在哪里换 看到你左上角的那一个头像了吗 把它点进去,然后这里写着一个天机密令 再点一下,就可以输入你得到的这些密令了 密令里面有多种资源 单一密令可能资源不多 但是多个加起来就很多了 第二个问题 经常在各大评论区刷到的接引令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 那么接引令就类似于老玩家给新玩家的一个邀请码 填入邀请码之后,自己可以得到奖励 并且邀请方也可以获得奖励 但是一个账号只能领取一次,哪怕是不同的屈服 也都只能一次,不能重复 第三,飞升后怎么回到人界 看到左上角有这个人界图标了吗 点一下,你就可以回到人界了 好,第四个问题 到法点应该怎么获取 那有小伙伴说听不懂点中间的书是什么意思 那这样就很直观了吧 就是被箭头包围的这一个,点一下就好了 好,那第五个问题,机缘和天命有什么区别 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在拍面行里面买装备,必须用到这个天命 然后天命只能通过充值获取 除此之外,它和这个机缘的作用是一样的 第六个问题啊,就是怎么进别人大阵挖矿 那这个我回答了很多遍,我发现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那我就干脆直接手抄一次好了 那首先选一个你想要挖矿的地方,然后进去 然后呢,因为别人的大阵,我们不能直接进入嘛 我们就选择它的边缘进入 然后边缘进入之后呢,不是说一定要跑到那个矿的地方去 进入它那个圈内之后,你就可以直接采矿了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第七个问题是怎么双修 啊,不要想歪啊,是那个境界的双修 看到这一个修法中了吗?点一下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链体或者修法了 但是它这个必须要结单期才可以 第八个问题,iOS和安卓系统互通吗? 呃,服务器里面的大家是安卓和iOS都有的 但是你个人的账号呢,如果是在iOS串号的 你就只能在iOS系统玩 如果是安卓串号的话,它就只能在安卓玩 哦,对了,新尊会员好像是可以要求转系统 那新尊会员到底是什么,我就不说了 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好吧 第九个问题,事情都干完了 没事干了应该怎么办 那这个问题我是经常被问了 我已经回答过无数遍了,没有办法 挂机游戏嘛,没得点了,那就只能点明天了 啊,那当然还有一个不算办法的办法 啊,大家在公屏上把这两个字的答案给打出来吧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次再见